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苏州的一些群里面 有人就问起这个事情来了 然后知道是我 就在说话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很清晰乖乖的地方 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间在群里面就说 我看到你这个视频做得非常的精致 精美剪辑很好 你是不是想象要转型到博主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突然间问这么一句话 没有前言没有后者就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第三呢 昨天晚上有一家媒体告诉我 说他的稿子发不出来了 跟我提供了一个细节 说特斯拉的公关找到他 给他施加压力 说这个事情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记者那边跟我讲说 描述的跟我几乎是一致的 时间 地点 事情 只是角度 说法不同 然后记者呢就说 特斯拉这边的这些话 能不能录音 或者能不能写到文章里面去 然后遭到特斯拉拒绝 说不允许你引用这些话 而且如果说你擅自引用了 我们要投诉你 报道不实 这是特斯拉 大家看一下 记者给我的截图 以及他发不出来的文章的节选 而是整个特斯拉 就已经把我视为眼中钉肉绒刺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能够那么快速的 在一两天时间之内就找到我对应的媒体的 如果说这个事情 我真的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话 那么为什么记者在拨打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的时候 对方表示不清楚 然后要找专门的人过来对接 然后再打就再打不通了 你怕什么呢 好 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知道的特斯拉用来对付 对待他的车主的一些骚操作 第一件我了解的比较全面的事情 是一个上海女司机在一个隧道里 她发现松开油门的时候 车在缓缓的加速 于是她拿起手机来 把脚抬起来 然后录了个视频 按照速度在加速 但是我的脚根本就没有踩踏板 这是我的脚 我的脚根本就没有踩踏板 然后特斯拉官方的答复是什么呢 是说那个地方有什么下坡 然后会通过那个重力作用 然后马上出现大量的人 出来嘲讽那个司机 指责他开车的时候 用手机拍视频 说要找你先管管这个事 其他事再说 然后记者陪着这个女士 再把那段路走了一遍 车子没有自动加速 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但是大家只看到了第一部分 而后面这个后续性能 淹没在了茫茫大海里面 第二个我知道比较清楚的事情是 海南的特斯拉女车主 她发现在慢速行驶的时候 大概二三十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点杀两次刹车 然后再踩死 车杀不住 然后就找了特斯拉人 特斯拉人开着一辆新的 一辆Model 3过来 说我也来一遍 不服 点杀两次 然后再重伤 也杀不住撞了 驾驶刚刚购买了两个月的特斯拉 在单位附近准备停车时 疑似出现刹车失灵 直接撞上了护栏 事后 余女士电话联系了特斯拉销售人员 随后工作人员驾驶另外一辆特斯拉汽车 在同样的事发地点实验的时候 也没有杀出车 冲进了沟里 而这一幕刚好被余女士 记录了下来 这与特斯拉方面的沟通也并不顺利 并且对方也不提供车辆行驶数据 迫不得已 与女士找到了媒体进行曝光 这个事情就大了 当时一片哗然 因为什么 说明这件刹车失灵的这个问题 是可以被重复重现出来的 它在特定场景下可以被复现 那这样就是可以去排查的这个问题 然后迅速的 特斯拉的公关 就找到了这个女士的 所在公司的领导 通过其领导给去施压 让她就范 一个女孩子在外打工 然后面临可能要丢工作的风险 所以这位女士其实不得不妥协了 然后配合特斯拉 去做了一个质量检测 但是这个质量检测 其实是有很大猫腻的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因为给她做质量检测 那个是做年检的 也就是那个年检和个贴标的 只做那个东西 上去都叫做质检 都是叫做检查 这个车有没有问题 但是她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公司 那个年检公司 它是没有鉴定 这个车辆事故的资质的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报告 上面虽然进行着一个 大大的合格两字 但是细看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 一 首先她说这辆 检测报告说 这辆车是一辆前驱车 大家都知道 这个车要么四驱 要么后驱 怎么可能会有前驱 因为特斯拉就是利用 大家不懂这个区别 只看到有合格两个字 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变成了 特斯拉没有问题 好 然后还有一个特斯拉车主 著名的车主 他在特斯拉买了一辆 官方认证二手车 是特斯拉直接卖给他的 然后就发现 这辆车的C柱有切割过 特斯拉就不认可 车主自己去找的那个检测中心 一定要特斯拉自己指定的检测中心 才能够认可 然后这种法院没有采取 这个认可特斯拉的这种做法 一审判决特斯拉是输 要赔三倍 特斯拉不服 现在是二审 二审的过程中 特斯拉的一些 做的一些例子 这个在法庭上 特斯拉的专家说什么呢 说切割过的车在汉上 它更安全更结实 对吧 多了我就不说了 然后 我来念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内容啊 当原告也就是韩朝 进行专家质询的时候 两名专家军表示 没有现场勘验过这辆切割车 所有的专家意见都来自于特斯拉提供的照片 以及特斯拉维修手册 最后特斯拉方的律师告诉法官说 如果原告这个车主韩朝胜诉了 将会对汽车行业造成恶性影响 会影响所有切割车二手市场的价格和评价 大家讲一下日常特斯拉的这个人的一些 骚操作 真的是没法说 车主因为一些车的问题要起诉特斯拉 特斯拉呢 要求特斯拉退车 特斯拉呢 先是答应他们可以退车 然后呢 退车的前提是 你要撤诉 好 车主就信了 就撤诉了 撤完诉之后 特斯拉告诉他说 跟总部汇报过了 总部不同意 你自己爱咋咋地吧 先哄骗你撤诉 然后再告诉你 我们其实不赔 前面都是假的 那就是我之前转发过的那个南京的车友 车修了坏了 修了十几次 不给维修单 然后就去咨询特斯拉说 你为什么每次都不给我维修单呢 特斯拉就装傻 说您指什么没有开单 他说关于什么什么什么的维修这些东西 他说特斯拉回说 这些问题我们还在实验处理中 刚刚跟师傅沟通过 您是愿意跟我们配合一起来解决的是吗 然后他其实并没有回答 为什么不给您的维修单 车主这个时候头脑还很清醒的 就说 我就想知道 你为什么不给我维修单 这个时候特斯拉说 您过来是交流和配合的 不是吗 大家能听懂这个意思吗 这是非常非常操作的一件事情 这个截图 说的是什么 你不是来修车的 你只是来跟我们沟通交流和配合的 这不是修 你只是过来聊事的 所以这不叫 所以我就没必要给你维修单 你不是来修的 你不是来修的 那就说明不存在修这件事情 那就可以逃避相关的责任了 还有什么呢 一个车主 长州的 在特斯拉的群里面就说 你特斯拉的员工如果真的想帮我解决 请去问一问长州特斯拉的店长 然后特斯拉中国总部叫赵月儿 这么一个人 说实在抱歉 我来看看 怎么样帮你安排 这是在群里公开的聊天 聊完之后 车主发现自己被踢出群了 大家能懂这个操作有多聪明吗 在公开场合 当着所有的车主的面说 我来帮你安排 随后就把人家踢出群 如果一个人被踢出群了 这个群是其他人是没有通知的 对不对 也不会在界面上显示 某某某被移出群 只有管理员看得见 所以这个事情变成什么呢 特斯拉员工主动出来说 我来帮你安排 然后把人踢出群 但是别人又不知道他是被踢的 而特斯拉说帮忙也帮了 只不过去这个这个车主自己走了而已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 还有一位西安的车主 这个我没有见过人 但是他被别的媒体采访过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采访的内容 这车主呢 当天去特斯拉这个提车 然后呢 那边的人就一直不给他提车 就让他这拖 他就很奇怪 然后自己就溜到车间里去找自己的车 根据提车单上的编号 看到一辆车 那辆车就是他的 然后这个车已经被拆的大些八块的 各种线啊 各种什么电器的那些东西 全部被拆了 不知道在干嘛 问就是说在做什么什么的维护 但实际上整个中控台已经全被拆了 然后这个时候 这位先生要拍照取证 然后遭到特斯拉员工的阻拦 中间产生了推扫 还有一则新的也很厉害 说上海一位车主 买了特斯拉 然后呢 特斯拉员工指导他去加别人的微信 说这是银行工的人 你去他那办贷款吧 结果 聊来聊去 这个车主发现不得劲 查了一遍 发现这个人 跟这个特斯拉推荐的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银行的 是一个小贷公司的 然后回去质门特斯拉 特斯拉干脆 定金都不退了 1000块钱 打水标了 最后跟大家说一件 我自己特别震撼 特别气氛的事情 大家其实可以知道 之前知乎汽车做过一个测试 测试这个特斯拉 这个撞击的时候刹车这样的问题 然后无意间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在测试撞击的这个车 里面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撞击前的那五秒钟消失了 测试开始加速 加速之后 这一段结束了 因为每一段都是刚好一分钟 所以这块我是没有质疑的 OK那我们看下一段 发生了什么 下一段从时间上看到就很奇怪 因为一般我们默认 保存前十分钟的话 那我们能够看到 前面的时间的尾数 基本是相近的 但是我们看这一段 3月3号 3月3号12点35分31秒 接下来那一个一分钟的尾数 竟然是36秒 也就是说 它这一段是从12点36分36秒开始记录的 那它记录的是什么内容 我们现在看一看 看到了吗 车辆已经冲过了那个白墙 停到了不远处 也就是说刚刚好好跳过了撞击的那五秒 我也套出来我的手机 把那个画面记下来 这是我当时拍的画面 这是厕所拍的 好 出发来了 看到了吗 特斯拉的所有的行车系统集的这个视频 都是一分钟一分钟存一条文件 一分钟存一条文件 然后那个文件的名字都是按照时间去命名的 唯独撞车前 那个五秒钟 那条文件的命名都不一样 而且时间也不是一分钟了 这个就当时爆出来之后 特斯拉是怎么说呢 说这个文件夹里面最早的片段会被删除 留下空间 然后为新的片段做准备 大家看一下我发的这张图 有没有意思 什么他说的是最早的片段会被删除 但是这个重车视频是在所有这个里面中间的那个部分 这不搞笑吗 这个时候有人纳闷了 说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的话 那造成这么多伤害 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特斯拉的粉丝呢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大家来看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特斯拉对官方粉丝群的管理员和里面的车主有考核 考核的是什么 考核是他们面对特斯拉负面的时候 要怎么出去帮他们说话 我后面会不断的发各种相关的进度和视频出来 让大家看看 这一个跨国企业 一个所谓的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 它到底在中国做了些什么